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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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伤心欲绝的小爱一时想不开 穿着婚纱 换了一个新娘装 就跳楼了 此时胖胖已回到家中 正好在阳台目睹了这一切 看到小爱临死前的那个眼神 胖胖想不到会这样 她非常害怕的开着车就出门了 并且一直拨打着小爱卧婚夫的电话 原来小爱的未婚夫还没死 接着一声惨叫 小爱的鬼魂现身报复了胖胖 爱人 胖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出于嫉妒 涉套害死小爱的吗 时间线 回到之前 未婚夫在酒吧 初次邂逅小爱就对上眼了 在胖胖的撮合下 两人便认识了 小爱是个传统的女性 如果发生了关系就要结婚 这时未婚夫发现小爱有使用精神内药品 原来小爱是个神经病 自从那一夜后 小爱对未婚夫死缠难打 纠缠不清 未婚夫只是想玩玩而已 根本不想结婚 而且小爱还自作主张 准备了他们举行婚礼的衣服 还有结婚邀请函 未婚夫觉得小爱需要吃药了 而小爱自从认识了未婚夫之后确实就断药了 未婚夫已经受割了小爱的神经质和癫痫状态 于是就和胖胖设计自己假死的一出戏 这样小爱就不会来纠缠自己呢 谁知道小爱爱得如此痴狂 跳楼殉情呢 晚上 未婚夫来到宁堂 想归还小爱的遗物 揭开灌溉 准备将戒指归还给小爱 然后小爱瞪了未婚夫一眼 未婚夫吓得摔倒在地 接着未婚夫就被人袭击了 血溅一照 九怒明婚上半部分讲完了 明天继续说剩下的部分哦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